阿翔和Grace 婚后又有两女一子 时常透过社群分享家庭生活的Grace 26日发文提到 昨晚小孩睡着后 自己与阿翔正在讨论家里需要状况的事情 不料两人意见有些不同 再加上双方的个性都属于极性子 每天都讨论细节到很晚 而平时脾气都相当好的阿翔 这次却也开始面露不耐 有趣的是这时候出现一只蚊子 在阿翔的头上 让Grace相当兴奋 狠狠地给他拍下去 对此阿翔不开心地直呼 你在干嘛啦 而Grace则表示 自己有很不好意思地向对方道歉 并说到就有蚊子停在上面 被吓到的阿翔看起来又更火 不料这时蚊子再次听到阿翔的右脸 对此Grace搞笑询问 你要我用手还是用电文拍 这时自己已经吓到肚子痛 根本吵不下去 在一阵混乱中 蚊子却又飞走了 最后阿翔却在半夜睡觉时被盯到 不过也顺利抓到文字 此时他虽然轻松地说到 真的好险今天盯的都是我 对此Grace也在文莫表示 这要诚挚地向老公道歉 花风一转 直呼自己仍然没有后悔